HELLO 大家好 这个影片我今天要说明的是 JavaScript DOM Document Object Model 文件附件模型 好的 首先我必须要先讲很重要的观念 这是一个网页 这个网页通常都会有一些 元素属性 这些是元素 里头每一个都有它的标签 标签里头有属性 那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可以透过DOM 来很系统化的 汇整出它各个 元素间的关系 比如说 这里我们先有这个 HTML 这里HTML 里头有Hat Body Hat里头有Title跟Meta Body里头有H1跟P 这样的一个结构方式我们可以透过DOM 来呈现一种树状的结构 那到底什么是DOM呢 在这里 Document Object Model 文件 物件模型 它的主要功能是建立一个像一个树状的物件图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首先 这里有一个Document 一个文件 文件里头呢 有HTML的元素标签 那这个标签里头有Hat 里头有Body Hat里头有Title Title里头有文字 MyTitle 那这Body里头呢 有一些属性 像是HREF 连结有A标签 H1标签 以及它的内容 透过DOM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元素 标签 汇整起来 让我们清楚的知道它的整体的结构 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呢 因为JavaScript 这个程式语言 必须要很精准的去 找到 元素 你要控制的元素 譬如说我要控制这个A元素 那如果去找到呢 JavaScript就可以透过这个DOM 让DOM来找HTML的元素属性 然后呢 就去找到它所要控制的内容 万句话说如果JavaScript要能够有作用的话 要能够去控制这个A标签 或者是H1标签 需要透过DOM Document Object Model 去让它找到这个元素内容 因此 我们如果要在网页上呈现 JavaScript的程式 以及它的变化 以及它的互动内容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有 这是JavaScript 我们就必须要有DOM 在中间做一个重要的桥梁 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找到 我们想要的元素 进而去做改变 然后最后呈现出来 这一集我们就来深度的探讨 这一集我们就来了解 它们彼此的关系 如何用JavaScript 来呈现 内容在HTML的档案上 光说不念是Java系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打程式 好的首先我要先麻烦你再往在你的桌面上建立一个资料夹 好的我就在这里建立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麻烦你改上 我把它改成JS DOM JavaScript DOM OK DOM 好 我改了名字之后呢 这个档案资料夹在这边 好 那确定你有一个资料夹打开里头是空的 OK里头是空的 接下来麻烦你开启你的网页编辑器 在这一个 系列的频道 我用的编辑器都是Visual Studio Code 因为免费 那同时支援微软 以及这个苹果 所以我 喜欢用它 好你开启了之后呢 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新的 档案 好麻烦你到上方 然后点上New File 档案 打上New File 之后呢 我们要先做资料夹的连结 不好意思 少做这个步骤 麻烦你到左上方这边按下这个图示 我们要来连结资料夹 按下去之后呢 他会问你说你的folder在哪里 你的资料在哪里 麻烦你按下去open folder 按下去了之后 麻烦你到你的桌面 刚才你所建立的资料夹 里头打开 空白 麻烦你按开启 这样呢 他就会建立资料夹的连结 在网页设计上 资料夹的连结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一定要做好资料连结的动作 完成了资料连结之后呢 我要麻烦你开启一个新的档案 现在我有个新的资料夹 在这边 好那麻烦你到file new file这边开启一个新的档案 这个新的档案麻烦你到右下角 目前是文字档 叫做plan text 麻烦你按一下 按一下之后呢 在上方 你就可以搜寻你要的 程式语言 在这里麻烦你打上html OKhtml 按下去之后呢 你就有个html档案 那接下来麻烦你储存下来 储存 储存的时候 你必须要更改 档案的名称 在这里呢 我就改成JSDOM Javascript DOM 那存在的这个资料夹 就是我们桌面上的资料夹 不用改变 按储存 接下来你的档案就出现了这个名称 以及你的资料夹里头 就多出了这个档案 你可以到你的桌面 你的资料夹这边 你来看一下 你会多出 这个档案出来 OK 这样就是成功了 那成功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 打程式进去 那首先我们先做html 再次强调这一集我们即将要来 建立他们两者的关系 透过DOM 来建立两者的关系 那首先我们先来做html 好那我先来做html 如何做这个html的架构呢 这个影片主要是专注在Javascript 所以在html方面呢 我会加速处理 如果你对于这个html架构不 清楚不了解的话 我要请你麻烦看我这个html系列 影片的第一集 里头有详细的介绍 有关如何建立html架构 OK 以及它的关系 那你可以看那个影片 我会把这个影片的连结放在 这个影片的下方 讨论区之前 你可以来做 你可以来看 那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可以做 不是做 你可以看 OK 那一集的影片 好这个就是它的架构 那我就不多做深度的叙述 就是html里头有head 跟body就是架构 head里头呢 我们要去提供这个档案的资讯 所以第1个我们提供资讯 叫做title 这个title就把它取成Javascript DocumentDOM好了 只是一个title而已 那接下来呢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必须要去提供这个 文字代码 这个文字代码 这个是避免产生所谓的 乱码的情形 我们用utfi8 是一个通用的一个语言 代码 这样的话呢 你的浏览器开启的时候就不会出现乱码的情形 有了这个程式的内容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头 就要来打上我们今天要来学的Javascript 的程式 那这个Javascript的程式呢 首先呢 我们要把Javascript 放在哪里 放在哪里是很重要的第1步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来先来打这个标签 我们先来打H1标签 主要H2好了 H1有时候太大了 我把它改成H2 我把这个分改一下 好H2的标签 H2标签里头呢 我就来说明说 我们这一集要来学 Javascript DOM OK 好这个是H2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来打上一个标签 好这个标签我就打上 段落标签P OK 那通常啊 我们会在段落标签里面打东西 OK通常 那我们这次就不打 好先储存下来 储存起来 然后呢 麻烦你重新打开 这个 按两下打开 好这个就是我们所建立的网页 非常简单 你如果去看它的程式码的话 Page Source 你会发现 这就是你刚刚打的 HTL Hat Body Title Meta H2P 所以我们如果做这个DOM啊 我们就可以做出它的数状图 OK如果我们做这个DOM的话 可以做出数状图 好 那回到你的网页程式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用 Javascript OK Javascript 把它 文字呈现在这个paragraph 这个 这个段落里头 好 Script Script 好 这个呢就是 我们要放Javascript的地方 用Javascript之前一定要先设立 Script标签 然后呢这个Script标签的Javascript 一定要放在你所要呈现内容的后面 比如说我要呈现的内容在这边 就要在它后面呢 放上Javascript 有时候会放在这个 这个档案的最下方 也可以也是后面 那有时候如果要去用Javascript 在整个视窗的话 就要放在HAT里头 以这个 影片的例子 来说呢 就是要放在这里 因为我们要呈现在这边 所以放在这个后方 好 Script里头呢我们就要放上程式 那这里呢就是 用DOM 来连结 HTML 以及Javascript 怎么连结 首先打Document 点 点一下呢 然后打 GetElement By ID OK 等一下我做说明 然后括号里头呢 括号里头 然后就用引号 在这里我就打上一个 任何名称都可以 那举个例子来说 我就说 Hello 好了 Hello 它只是一个 一个名称 任何名称都可以 所以我只是随便先取一个 叫做Hello 然后呢 点 I-N-E-R InnerHTML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要去找 HTML里头的元素 所以这是DOM Document 然后呢 他要去找 Object Object在哪里 ID 是个Object 然后呢 哪个元素 在HTML里头 那要呈现什么内容 我们就打等于 引号 这引号里头我们就说 这个是DOM练习 然后最后一定要放上分号 OK 这分号很重要 没有分号不能运作 这个就是所谓的DOM 哪里呢 在这里Document 抓Object Document ObjectModel 这就是Document ObjectModel 然后呢 去连接HTML 哪一个 来个物件呢 这个物件叫做Hello 这个物件 显示这个内容 那现在我们有这个物件 但我们在HTML上面 没有这个物件 所以我们要把ID 放在这边 麻烦你到P这里 Paragraph ID 打上ID之后呢 等于 Hello 一定要一模一样 大小写都要一模一样 因为这个就是它的连结 没有这个连结 没办法 呈现出来 没办法连接到HTML JavaScript就没办法呈现出来 好了 就这样子就好了 完成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我这里有HTML 我这里有JavaScript 这也是JavaScript 然后这有DOM 我现在把JavaScript这个程式码 连接到DOM DOM连接到HTML OK我就把这把上去 这也是 这是HTML 这也是JavaScript 这也是DOM 你就可以起初看到它的关系了 好现在你把它储存起来 储存 然后呢到你的网页 重新整理 这个重新整理 它就出现了这一个句子 为什么它会出现句子呢 明明这里Paragraph 没有东西啊 如果你去看这个程式码 诶程式码应该是会有 没有它没有 你如果去看程式码 这里没有东西耶 为什么它会跑出 这个内容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用JavaScript 去控制HTML的元素 让它呈现出我要呈现的内容 这个内容 所以呢我现在透过DOM 在这边DOM 把我这个JavaScript这个讯息呢 呈现到这一个元素上面去 这个就是它的关系 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JavaScript 以及 这个 HTML 怎么互动的一个重要的桥梁 这一集 我们就必须要建立起这个重要的概念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很多的JavaScript 都是用这个DOM 来控制HTML的元素 没有这个东西 没办法运作 OK 好的 这一集的内容就到此为止 非常的简单 只是一个观念而已 但是呢 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JavaScript 以及HTML 互动的D基 没有这个D基 你将会没办法做 HTML的 以及JavaScript的网页 OK 好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内容 我会把这一集的内容的程式码 上传到 这个我的网站 你可以在这个影片的下方 看到 连结 以及下载来使用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麻烦你在留言区留言 我会尽快服务 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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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